彰化地方法院今天早上也开庭审理了 审的就是顶星的黑心油案件 简便再次交锋 检方这次请出了这个人 是台大食品研究所的名誉教授 叫做孙露希 由他来担任专家证人 他不仅是食用油的权威 同时他是已故行政院长孙运璇的女儿 食品的来源是不是很重要 就是说原物料的来源 请你让我进去报道 检察官再出招 找来孙运璇的女儿孙露希教授 担任专家证人 开庭前他不愿多说 不过顶星爆出黑心油事件时 他曾批评大企业没有道德良知 应该没收财产 言辞犀利 面对他来势汹汹 被告温英聪的委任律师 早就有备而来 一再来还要再传唤这些人 我想这个是他们对自己举证不足 我想也有意识大 诉讼上面的策略都是一致的 我们认为顶星自由的油 原料品质都没有问题 万聪律师当庭质疑孙露希背景 说他曾是统一企业的顾问 但检方回访 表示孙露希是台大食品科学研究所的荣誉教授 曾多次参与搜水油的检验 并针对油脂发表研究论文 被称为是食用油权威 可以协助厘清油脂安全问题 大幸福公司的上游所有的猪肉来源 都有受益合格检疫证明 这表示这个油品的上游的猪是经过受益检疫证明 而且是有出具合格的证书 那检察官还要再多传这些人 我们其实都有跟法院说明是没有这个必要性 简便捷问证人 法庭上一来一往火药味十足 法官一度认为检方准备不足休停五分钟 下午将在船府大食品系教授陈炳辉 而温应冲律师则说 顶心油没问题 检方传再多证人也没有用 记者林一峰章话报道